大家好,新市讲 今天聊的是台湾是否应该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11月15日 台湾的驻美大使萧美琴是再次发推祝贺拜登当选 在底下的留言区里面基本上都是批评和谩骂的声音 认为台湾在这个时候出来挺拜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甚至是说有人说是白眼狼,忘恩负义什么的 其实我要讲的是蔡英文在这个问题上 就在这次事件当中是处理的非常高明的 目前美国大选仍然是处于一种胶着状态 谁最终能够入主白宫还是未知之术 是拜登通过这个舞弊窃取美国总统大位 还是特朗普总统通过这个司法程序 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获得连任 这个都还没有完最终的这个定论 在这个时候台湾是不能保持沉默的 是必须出来站队的 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占拜登 要么就是占特朗普 那么就必须在二选一的情况下,那你选择谁 我们就来讲一下拜登和特朗普两个人的个人属性 特朗普呢是一个有信仰,有理想,品格高尚这么一个人 是一个谦谦君子 而拜登是一个没有什么法治观念 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无耻小人 在这个时候你只能说是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这是其,其二就是如果说是特朗普总统最终上台 就最终能够连任 那么他会主动向台湾示好 因为他需要台湾和他一起去反对共产党 反对中共,去遏制中共 如果拜登真的当选 那么下一届美国政府必然是又亲中又亲共 这对台湾来讲本来就已经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了 为了不让最坏的那个结果可能出现 现在是有必要提前向拜登发表祝贺 甚至说去讨好他 至于刚才讲的那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希拉里邮件门里面所提到的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 有人也会说啊 就是说完全可以等到这个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再去表态,其实这样也是不行的 因为拜登他现在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的逻辑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不公开的站出来支持我 哪怕是你保持一个沉默,保持中立,都是不行的 因为你保持中立和保持沉默 他们都会认为你就是在反对他 一旦说我拜登上台了 你没有支持我 我就不会给你好脸色看 这是肯定的 这和中共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在中共国很多这种社会名人不得不出来就是表态要支持中国共产党 就是所谓的爱国 就是如果你不出来表态 那么我就认为你不但不爱国 我还会给你贴上一个反党的标签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 要的更多的是一种圆滑,而不是说意气用事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那个有一次综艺节目里面讲了一段话很有道理 他说处理外交事物啊 要的是柔软而不是强硬 只有用一种柔软的姿态去处理,才会让自己的国家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 即便你不能和所有的人交好 但是你也不能和所有人交恶 那样的话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第一次做视频感觉也做得不是很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